词曲 李宗盛 言不由宠 谁能懂 尽到深处 比酒浓 有你在心中 胜过万词千鸿 岁月扭转 递不过处 心动 不会相守 只为这情度重 啊 过言繁华 奈何从 啊 共诚 回首 英雄梦 你在碰盘我 雪橙胸似一宫 你在相逢 往依你 相思迷隆 啊 火焰繁华 奈何从 啊 共诚 回首 英雄梦 你在碰盘我 事成生死与共 一家相逢 往依你 相思迷隆 陛下 老奴有一事不明 陛下为何要将凤卿尘安排入宫啊 因为他是巫族人 巫族人 那此前他在镇中 朕不知道他是如何瞒天过海的 但是一入镇之前 老四和老七对他的反应 他们是一定知道他的身份的 既然陛下知道他是巫族人 那更不该 朕倒想看看 他到底有何目的 引得朕的儿子围着他团团转 陛下此事太过危险了 您还需三思啊 无妨 朕了解巫族人 以他们的行事风格 朕不动他们 他们也不敢贸然来伤害朕 所以把他留在宫中利用他 既可以安抚巫族 也可以对付巫族 那陛下的意思是 把他留在陛下身边 如此一来 要想除掉他 随便给他安个什么罪名 都易如反掌啊 更关键的是 他已经失去了做凌王妃的资格了 看来陛下 对凌王妃的人选 已经决定了 为国为民 朕都不得不选阿柴族啊 一切就 stump了 谁要相信你 又有法兵 此番 你伤得不轻 需要稍加歇息才是 千万不要妄动灵力 否则 后患无穷 多谢长老提点 桃殷长老十分关心你的伤势 特地命人将月华石和紫魂精送来 这两颗灵石可以留在你身边 这样以便与你排出血液余毒 恢复灵力 让两位长老费心了 莫先生 凤言此番举动很是奇怪 我怀疑暗中有人提点 很可能与暗巫有关 不错 奇怪的是你在阵中之时 我曾发现有暗巫的灵力相助 但是我查看四周 却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既然暗巫推动此事 又为何要在暗中相助 四哥 四哥 你想什么呢 问你个事情 你相信 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另外一个你存在吗 比如这个地方有一个你 然而另外一个地方 却还有一个你 但是 这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难道这是分身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四哥 你先别瞎想了 他们上去好一会儿了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我先上去了 咱们 去吧 没事吧 墨大人 没事了 怎么样了 你好一点没有 已经无碍了 你好生养伤 此地我们也不便久留 我和敏眼就先行回宫了 四哥 不如你留下来陪卿尘 莫大人跟敏眼就由我来送回去 以免惹人怀疑 那就有劳殿下了 殿下今日为何要冒险如朕 你可知 我可能会因此丧命 更何况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众忤逆陛下 定会惹得陛下不满 殿下以后万万不可再如此 莽撞冒险 殿下身负重责 很多事情 等着殿下亲自去完成 而且有莫先生相助 自然能化解危机 若是殿下有个好胆 让卿尘如何自处 殿下 殿下 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在阵中的事物 你会置身事外 不管不顾吗 当然不会 那就将心比心 遇到这种情况 我如何能不着急 在编冠的时候 你帮我设计 除掉了萧绩 进入七帝的府中 跟我里应外合 不但查清楚五帝之死的真相 更帮我扳倒了殷家 查清楚天武罪房之案 然后你孤身一人 进入了凤府 以凤家之女的名义 帮巫族洗脱了罪过 让九弟暴露了她的野心 太子放弃了东宫之位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为我做的不是吗 殿下未免也太高估我了 我哪有这般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能力啊 能成为凌王妃的女人 怎么会连这点手段也不动 只是 如今 陛下封我为玉前女官 和鸾妃一样 按照组织 若非陛下赐婚 二十五岁之前 不可婚嫁 父皇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故意把你放在身边作为滞后 以便将来 应付阿柴族跟梁国的压力 但这一次 我愿意跟她博弈一举 博弈无妨 但若到万不得已之时 还请殿下自保 答应我可好 你现在重伤未愈 是你应该答应我 在你伤愈之前 别再操心 先睡一会儿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不愿说不可说的事 我不会强行逼问你 但不管朕中我看到的事情 是真是假 从此以后 你和你真实的一切 都由我亲手保护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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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伤好些了吗 有四哥的招务 想必已经无恙了吧 自古伤心启毒一人 湛王殿下 又为何独自平拦 公主若有兴致 大魏的好酒 可不比阿柴族产 上次有茶无酒 今日得偿所愿 先干为敬 早知公主酒量了得 既然你我同是伤心人 供饮求一罪也无妨 请 听闻今日朝中出了大事 凌王和清平郡主 皆被卷入其中 公主消息好快 想必结果 也已经知道了吗 但因事关 两国联姻结盟之事 杜霞不得不问 是否清平郡主 当真已经失去了 成为凌王妃的资格 此事可是殿下一手推动的 大魏的主人 依旧是父皇 只有他能决定此事 不过眼下 清臣的确失去了 成为凌王妃的资格 我知道殿下 一直心系清平郡主 或许这样的局面 对殿下来说 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一个人的心 若不在你身上 一个人的心若不在你身上 即便抢留他在你身边 也未必是行事 只是陛下如此断绝 清平郡主与凌王的可能性 是否已经决定 要与阿柴族联姻了 此事无人能够断言 而且今日 父皇忽然把玉林军 交由四哥掌管 只怕此中 有更深的用意 或许我可以趁此机会问清楚 陛下他究竟作何决断 也好 不过奉劝宫主 一定要注意分寸 以我对父皇的了解 父皇最近 被迫做出什么决定 不过 试探试探口风倒是可以 多谢殿下提醒 只是 若是两国 最后真的和亲的话 殿下是否 会请陛下将清平郡主 赐你为妃呢 你为妃呢 我原以为 你此前的种种 只不过是心生执念罢了 却没想到 你早已泯灭了人性 你如今灵力大不如前 身体受损严重 我奉劝你 还是不要再休息暗无尽数 否则 终将受其反噬 这点损伤算什么呀 我很快就会恢复过来了 不断大卫王朝 就连你和桃殷一心 想要守护的黎静天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仇恨蒙蔽人心 修习巫术最大的禁忌 便是心欲 一旦无数 欲念不息 之后所有的恶务 都将由你自己来承受 说得好听 巫族的圣巫女都可以逆天改命 我为何要受此禁止 你还不知道吧 此前 险些将你救出 为了巫族 而平凡的那个小巫女卿尘 她在另外一个时空 不甘心灵儿 背负了谋逆之名 而被自己的兄弟篡位 不惜开启九转玲珑阵而来 就是为了改变灵儿的结局 大卿是 你身为巫族的大长老 也不能开九转玲珑阵 逆空而行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别着急 你那个好徒儿 一定会回来 去帮我完成我未完成的一切 到时候我都要看看 用你的命去换九转灵石 回到和先皇的过去 陶遥和卿尘 是会来救你呢 还是会去守护灵影镇 原来你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在等待 圣巫女的到来 然后 重速时空 去吧 卿尘姑娘 孙公公 陛下口谕 陛下近日政务繁忙 特命姑娘今夜便以御犬女官的身份入宫 协助处理政务 卿尘领旨 姑娘看来是安然无恙啊 陛下还在担心姑娘昨日在阵中受了伤了 公公说笑了 若我在那日轨阵中受伤 不就成了凤相口中的巫女了吗 说得也是啊 外面车马已经备好了 姑娘 请吧 公公 可否容我跟他们嘱咐几句再走 好 那我就在外面 先等候姑娘 阿与 阿与 小伙子 阿与 阿与 小伙子 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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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人 长老 今日离境天有贵客前来 请贵客来此相见 是 殿下有何要事 要亲自来一趟离境天 宫中的事刚刚尘埃落定 现在理应是避嫌的时候 万一让人看到殿下 跟巫族有往来 岂不会牵连殿下 长老 我心中有很多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今天不问清楚 我肯定会彻夜难安 殿下向来沉温冷静 认识你这么久 从未见你有如此这般神情 究竟是何事 令殿下如此困惑 那天在宫中 我跟卿尘 入了日轨阵 经历了烈火灼身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殿下在阵中护下卿尘 有何不妥 我看到种种 跟他经历的事情 他得到了长老的授意 开启了九转玲瓶阵 来到了这里 想改变一切 你是说 卿尘开启了九转玲瓶阵 这却是巫族圣巫女才有的灵力 长老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而并非幻想 巫族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阵法 可以让一个人回去 改变所有事情 没错 九转玲瓶阵 是巫族自上古以来 流传下来最神秘的阵法 以九转灵石为义 借助天地之力 可以重书阴阳万象 玲瓶阵开 以心助心 以静换静 此阵法的确可以令乾坤颠倒 但已等于堵上了开阵人的生死 他会怎么样 按巫族古书的记载 强行令时空倒转 会令天地万物失衡 开阵人的生命将不断流逝 若不能在既定时间内 让九转灵石归尾 开阵人将永多黑暗 魂飞魄散 只是不知道现在留给他的时间 还有多久 卿尘姑娘 你每日需将这里所有的奏折 按照各部分别整理好 然后再把它们按照轻重缓急 放在那个桌面上 我记下了 还有一句话要提醒姑娘 在陛下面前多看少语总是对的 多谢公公 今后在御前当差 姑娘无需如此多礼 日后还望公公多加提点才是 此书记载了巫族先祖的预言 双星线 风云变 巫族的圣巫女是其中的殷星 而阳星便出现在皇室之中 为了避免灾祸 巫族与皇室约定永不通婚 但此前我与莫长老 地区见到了双星汇聚 那阳星是谁 是不是我 双星汇聚 若真成了姻缘 只怕天下会溢出 就像我在阵中看到的景象 应该是我跟卿尘相邻 如果不是发生重大的变故 他怎么可能开启九转玲珑阵 故身来到这里 长老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 他怎么会故意把我推开 残忍对待自己的感情 是因为他不想重蹈覆辙 在这个时空 我有办法护着他吗 殿下 若卿尘真如你所言 你便应该成全他 我应该怎么成全他 那要看他 此次来这里的目的了 如果这一次 他坚持不愿意透露他的目的 我有办法查到那个时空 究竟发生什么事吗 办法倒不是没有 只是要把卿尘带来离境天 还要借助灵石的力量 但只怕他知道了你的目的 便不会配合你 好 我想办法 来 发什么单哪 十一哥 我 十一哥 平时都跟采倩一样 没大没小的 今天怎么会突然这么有礼貌 好 莫非是又犯错了 行 你不爱听好听的是吧 那我还是叫你十一傻 你 你敢 行了 十一哥 我是真的有正经事跟你讲 莫非 是你有喜欢的人了吧 脸都红了 脸都红了 当真是有喜欢的人 去去去去去去 过来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秘密 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不许告诉别人 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你 好 那我不说了 行行行行 你放心说就是了 说 我喜欢的这个人吧 他定然不愧是人所接受的 为何 我跟你讲了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我何时骗过你啊 快说 好 我喜欢上了一个侍卫 你 喜欢 你 这么大事干什么 你 那 那他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那你还是赶紧问清楚吧 这本来就已经被世人所不容了 若还是单相思 那你就更痛苦了 但是我要怎么告诉他呀 这事已至此 长痛不如短痛 你赶紧问清楚 若他不喜欢你 你就趁早断了此念头 可是 若你们俩是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又能如何 若我 我这个做哥哥的 只能替你另想办法了 真的 十一哥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知道了啊 王爷 阿柴族那边来消息了 怎么说 他们说魏国最终选定朵侠 和阿柴族联姻 提醒我们尽造行动 看来 这一次 我们得先发之人了 王爷 阿柴族此人可靠吗 此人爱慕朵霞公主 必定不希望这事情能成功 再加上 朵霞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卿尘已被封为御前女官 所以 成为凌王妃最大可能性的人 就是朵霞 所以此人 必定着急 看来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倒是愿意和我们大梁合作 而且根据我们安插的细作汇报 魏国的皇帝十分害怕开战 根本不敢得罪我们大梁 这话虽如此 但我始终觉得 这是魏国的缓兵之气 表面上跟我们弹劾 其实是在加快跟阿柴族的合作 如果他们两国能联姻 情况对我们十分不理 柴香 在 立刻修书去魏国 我要亲自便进元安探河 如果能破坏他们的联姻 我们就先去阿柴族 再去魏国 是 陛下 湛王殿下到了 儿臣参见父皇 听说这几年你棋已大进 来看看这具棋如何 这盘棋似乎是死局 双方纠缠太深 好像无路可及 这天下没有解不开的棋局 只有不了解棋局的人 还记得 以前父皇最喜欢陪母妃下棋 父皇设的好多古局 母妃都能够解开 难得你一片孝心呢 朕已经设了你的母妃了 一会儿你到她的宫里去看看她吧 儿臣谢过父皇 你有孝心 朕又岂能无情啊 来 坐下 况且此次 你替朕稳住了梁君 立了大功 理应褒奖 儿臣替父皇分忧 乃是儿臣本分之事 父皇愿意赦免母妃 却是情分 嗯 朕忧心的事情 却不是这一件两件哪 既为天下人之君妇 就应该替天下人操心 外患未平 内忧又岂 你可知梁州水患 朝廷拨了多少银两旧计 儿臣奉命主理了一部 每笔款项 皆经儿臣之手 先后五次阵机 总共两百一十万银两 外加还调动了华州的部分军粮 这笔物资也不在少数 那么这些款项 有多少到了百姓的手中 又有多少 进了官员的私囊 怎么在朕的面前 也不敢说吗 非是儿臣不敢说 只是知道说了既然无用 又何苦再说 此言何意 如今大魏的立志 想必父皇比儿臣更清楚 儿臣还记得 四哥此前曾经在朝上建言 一世俗而中寒门 这么说 你是同意他的想法了 儿臣以为 无论是世俗还是寒门 皆因为我皇族所用 而且不但要用 更要治 是 看来你侃侃而谈 对治疗水患也颇有心得 那么就带朕去灵州监查水患 确保朝廷的银两 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可父皇 梁国的庐陵王即将入京 只怕 第一步骑 你已经走得很好了 第二步 朕会亲自应付 是 儿臣想问 辞去灵州 儿臣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朕在拨出去的一分一离 都是大魏的银两 也是你我父子的银两 他们吃进去多少 就让他们吐出来多少 至于他们使用的那些手段 你应该十分清楚 那既如此 儿臣斗胆想向父皇讨一道旨意 但说无妨 希望父皇可以遵循儿臣 任意罢免灵州的官吏 杀一敬拜 这些官吏 敲打敲打也无妨 朕准了 而且当事成之后 希望父皇 还能允许儿臣一件事情 儿臣想在灵州 动用殷家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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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叩见父皇 这一盘棋你以为如何 黑白两子交着纠缠 难以看出胜负 可有破解之法 儿臣愿一事 前些日子则选凌王妃 卿尘成为最终凌王妃的人选 但是朕又让她做了御前女官 这件事你心下是如何想的 雷霆与路皆是权力 作为臣子 以顺从为忠孝 但是为人均父者却是费尽心机 也要从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护下自己的儿子 和大魏的栋梁之才 这些人 区区两步棋 就像破了朕设下的连环节 你不要忘了 你的棋是谁叫的 父皇曾经说过 希望儿臣可以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清除于蓝不假 前车之箭后世之失啊 你可知道先皇是怎么死的吗 若非他当年迷恋一个巫女 黄音无形 哪至于突然暴毙 朕是怕你重蹈覆辙 使用一些雷霆手段 你莫要怪朕 看来父皇对卿尘身份之事早有定理 分为御前女官 不过是将她留在身边 就像这盘中一子 生死随意可畏 眼下国中的很多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如果大魏跟阿柴族合作 必然不惧两国 将卿尘留在宫中 是父皇要逼我联合阿柴族 不但卿尘 恐怕之后堕霞公主 也会成为父皇手中妻子 看来父皇 有意向两军用兵 满朝文武戒严镇的四皇子 领兵有方 你这个玄甲军的统帅 以为如何呀 是 父皇曾经说过 希望儿臣可以远离朝政 修身养性 所以这段时间 儿臣一直用心读书下棋 对此 并没有其他看法 既如此 你就回你的府上 继续潜心读书去吧 儿臣告辞 以退为进 在朕的面前 摆弄起兵棒来 看见了吧 朕这两个儿子 一个刚中待柔 一个免力藏针 若不好好调教 日后如何将大魏的天下 放心地交给他们 老奴愚钝 不知道陛下心中 做什么决断 如今大皇子 虽不在太子之位 却依然身居东宫 不光是他们 梁国也好 朕的天下 交给谁 不交给谁 皆由朕说了算 陛下决断 好在这几位皇子 皆是人中龙凤 相信 无论是哪一位 都能帮陛下 治理好大魏江山 不光他们 梁国也好 阿柴族也罢 容不得他们说战就战 说和就和 如果胆敢胁迫朕 朕 定不会让他们好过 先前我曾倚挂推眼 双星线的风云变 看来已经不远了 此预言还有下局 必有一死 原本我也担心此阵 但以昨日 他在日轨阵中的情形所见 我以为他难逃此劫 却不料他能安然度过 或许他会改变 他的确是跟旁人很不同 今日凌王前来 他说与卿尘入阵之时 见到了一个他从未经历的世界 如他所言 卿尘定是开启了九转玲珑 一转了时空 难怪我们之前追查他的来历史 却什么也没查到 卿尘曾提过 要辅佐园林登地 如今昏厥无道 流民四起 百姓苦不堪言 看来 我巫族是到了要替天下百姓 做抉择的时候了 百姓苦不堪言 一颗红豆已落天涯 远风遷就与他 一颗红豆已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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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尽一颗红豆已落天涯 一颗红豆已落天涯 我们向前世间回眸 只愿痴心永久 江山最坏多少半愁 我怎能够消瘦 天涯的誓言人颤抖 乌鸦的爱依旧 等到玲珑暗语 终生再求与你相守 等到玲珑暗语 终生再求 天长地久 一颗红豆一落天涯 远风尖旧与他